大家晚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持续东北风的天气 不过北部有点水气 东北部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 这个就是典型的东北风 有没有一直下来 那大家很关心的热带性地气 它距离台湾的东南边 已经不到1000公里了 不过它过去萧萧长长 现在来看的话 由于这个东北风就带来一些冷空气 那这个对台风来说的话 是相对不利的 未来就关注说 它可能到目前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太平洋高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预期会慢慢地 往这个菲律宾旅舟岛这边走 各位可以看它走得很慢 慢慢走 慢慢走 结构没有很好 但是它还是一坨水气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大概礼拜六的下半天 或是到礼拜天 其实它的外围水气 就会接近到台湾的东半部 它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慢慢地消散 慢慢地减弱 所以这个情况 对于东北部就容易有一些震雨 这个还说不到什么共伴 但是有点像 但是又不是说真的台风的共伴 但是东半部可能是 礼拜六晚一点 到礼拜天到礼拜一 有一些震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水气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还是维持东北风的天气 下礼拜大致上 还是维持东北风的天气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最近天气 说真的稳定还蛮稳定的 但是容易下雨 各位没有看到 东北部 北部容易阴阴阵阵阵的 礼拜五其实有一点点 礼拜六 礼拜天 就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 这个不是礼拜六白天的雨 是礼拜六晚一点的雨 当然迎风面还是有一些震雨 中南部都很稳定 靠山去欧有一些震雨 然后礼拜一 二 整个水气减弱 会慢慢地缓和当中 那这两天要稍微留意一下 整个南部空气品质 今天有一点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级 大致上天气都还可以 但是东北部 迎风面云量比较多 明天天气还是类似 那北部这两天凉了一点点 21到25度 有点凉 请大家穿长袖 穿长袖 真的穿长袖 要注意一下 然后南部相对的 还是蛮晴朗蛮炎热的 请大家好好留意 我们给大家建议 东北风持续的影响 早晚稍凉 北部稍有一些水气 偶震雨 那菲律宾的东边的 热耐性低气 消消长长 周六晚上到周日的期间 东半部水气多 可能北东容易偶一些偶震雨 有一点不是像共半 但是不是共半的现象 我们稍微注意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爱一台的观众朋友 我们要先向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至于大爱一台的观众 稍后的新闻重点来看到 印度有一只母狗